不要同约,这个应该没问题 然后比较会有问题是 工具箱不熟 我们第一个是标签 是大A这个 所以你油标放上去它是一个标签 所谓的标签顾名思义 就是前面让使用者知道 那个后面要填什么 所以这个标签基本上只是 一个装饰用的 它没有特别的太重要 就是你当然没有标签也可以 就是说你这个格子不知道填什么 意思是后面这个东西填姓名 后面这个东西填 什么考核 答案考核等等的 然后让人家填的话就这一个 文字方块 然后按确定的话 一般用命令按钮 大概这个 这三个是最常用到的 最基本的一些 这个所谓的元件 那还有其他 不过其他的话 我想将来你们如果 自己有时间的话可以 比如下拉清单 这个我刚刚讲 比如说你可以 当表单启动 你也可以塞一些东西 像阿清单有一些基本的东西 然后让使用者用挑的 挑完之后也是一样 这样其实让使用者用挑的话 你反而不容易除错 OK 然后其他的话大概这一些 其他就是对齐方式 我想各位就慢慢习惯一下 那当然不是只有 纵向可以对齐 比如说我今天呢 我这个按钮 假如说这个跟它没对齐 我要跟它对齐上面好了 那我怎么怎么做呢 基本上我可以 这两个 你可以先碰到它 再碰到它 那这个就变白色的 那就以它为基准 然后如果它要跟它一样高的话 你就是可以格式里面的对齐 然后对齐主控向的哪里呢 上圆 对上圆嘛 就是对齐上面的 假设是对齐上圆 然后按下去 有没有 它就跟它对齐了 类似啦 反正自己就是差不多的方法 这个在那种 Fotoshop那种软体也差不多 也有这种对齐功能 反正就是把这个画面弄出来 然后尽可能让使用者 感觉起来很简单 最好的这个叫UI 这个UI就是User Interface 最好的User Interface 完全不需要学习 也会操作的 就是一个好的界面 你不要弄得很复杂 然后使用者搞不清楚 到底你后面要做什么 所以尽可能越简单越好 连傻瓜就会操作了 所以那个Apple手机 就是为什么卖 就是因为不用学也会 小朋友一拿去 他就会玩了 OK那是最厉害了 不过就是你可能要花一点心思去揣摩 怎么样尽量让这个UI越简单越好 OK好 那再来的话呢 我们接下来要做什么呢 界面做完之后 那你要把它启动起来 也就是说将来你要怎么样 在画面上看到呢 基本上你就直接按 上面不是有个启动按钮 这边有个启动 执行它就会直接跳出来 那当然呢 你不可能说将来叫使用者说 你就是直接在开发人员模式 然后到那边去找一个执行 它就会跳出来 当然不是这样子 我们需要怎么样 需要让使用者怎么样呢 有一个按钮 它可以怎么做呢 刚刚这个启动 这边可以把它关闭 那要怎么样让它启动起来 基本上呢 你可以先到哪里呢 比如说我今天要想 不是在这边启动 而是让使用者在哪边呢 假设我今天希望在这边多一个按钮 那个按钮名称叫启动表单 那我要怎么启动它呢 基本上第一个 一样切到开发人员里面 那因为我们之前写按钮之前 一定会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sub还记得吧 所以你可以先在这个模组里面 做什么呢 我们先插入一个程序 那因为是一个按钮 所以是一个sub 你不能方言 方言不能执行 sub然后名称的话呢 就是要启动表单 enter一下 那你要怎么启动它呢 把那个名称叫出来 那个 因为表单 我会有改一个名称嘛 有没有改成home 还有印象嘛 这个名称 那如果你没改啊 比如说home1 你不能打home啊 你打home就找不到 名称要一致 才能找得到 那你这边可以怎么样 home点 点下去啊 如果正常应该是有清单出现 如果你点下去没有清单 那表示你那个名称 应该没有重新名称 名称也有同学就是 打home点 起一执行就错了 为什么 因为它那边还是userhome1 那两边要是一样的名称 点后面打一个show 因为它有个方法叫show嘛 有没有 这个show顾名示意嘛 就把它启动 一先做一个sub 二的话呢 就是在这边呢 假设我是在增加一个按钮 一样的按钮 大小一样 那因为我刚刚有在这边加了一个 叫做那个什么呢 启动表单 所以启动表单就在聚集名称里面会出现 那我就把这个名称改一下 叫做启动表单 这个时候当然我按一下它的时候 它会去执行home 找到那个home 如果有点show 它就把它show出来了 home点show 就这样而已啦 所以其实那个逻辑很简单 并不复杂 那第一个启动表单的方法之一 那第二种方法是有同学说老师那可不可以 因为我希望呢 我这里是因为打开的时候顺便把我表单启动 因为让使用者输入的时候啊 他一打开就有个表单在那里 他也就不用再找了 不然有些使用者明明启动表单字这么大 他还是看不到 他说在哪里 在哪里 就在这里嘛 OK 总不可能你问的很大 这已经够清楚了 但他有时候还是找不到的话 那如果你希望 除了这边有个功能之外 也能够在当这个eSale打开的时候 顺便把表单也给启动起来 那这里都牵涉到一个问题 我这个表 这个工作部 其实eSale这个工作部 在eSale里面的VBA 你会发现 他一定会 一个专案底下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叫this workbook 这个指的就是我这个工作部的物件 那我这个工作部物件 你把它点两下 它上面会有一个工作部 指的就是这个 其实也是这个工作部 当这个工作部呢 怎么样呢 这边有很多个事件 旁边这个就是说 事件意思就是发生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那基本预设是open 那顾名思义嘛 就是当工作部被什么样的打开的时候 那我就执行一个动作 叫什么呢 哄点秀 有没有 那意思就是说 当这个工作部被开启的时候 他就执行哄点秀 那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 这个表单会自动执行起来 不过特别注意哦 那什么这个当然你一定要先把这个关闭起来 然后呢再把它打开 这个时候呢 他才会把它储存一下 OK 那储存之后的话呢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我放在这里 OK好 这边 你会发现把它打开来 你会发现他直接就跳出来了 也不需要 除非说他把它关闭起来 这个时候再启动表单 所以会可以有两种启动方法 一怎么样呢 第一步哦 对不对 先在开发人员里面怎么样 先模组里面 打一个插入一个sub 启动表单 输入一行 哄点秀 那这个做完之后呢 你再去插入一个什么呢 其实哄点秀这个 你再到你的 这个按钮里面 再产生一个按钮 所以这个是一 它是在模组里面 加入这个 那有这个东西之后呢 你就可以做出一个按钮了 所以基本上嘛 你要做按钮之前 你要一定有个 直接的直觉概念啦 你一定要有个sub 如果你没有sub 你根本不可能产生一个按钮嘛 OK 你按下它不会有反应 所以呢 基本上逻辑一定是 先在模组插入一个 OK 这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就是 如果你希望当工作部 其实打开的时候呢 就自动开起来的话 你就要知道 这个哦 也就每个专案一定会有这个东西 list workbook 那如果以后你希望呢 当这个工作部打开的时候做什么的话 那你记得这边会有个 workbook open home.show 就完成表单的启动了 那我们就完成第二阶段 就是如何启动表单 第一阶段哦 请不可以注意一下 不过这个可能要把这个 至少要把这个做出来 反正不管怎么样 你就先模仿一下 OK 好 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就是 当那个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完成 再来就第三阶段 就要写一点程式了 那个程式基本上就做什么 把使用者填的那四个资料 输入到你指定的储存格 自动帮你填四个 后面三个要自动 自动再把它做出来 那后面三个其实是根据前面的资料 再把它输入进去 利用这样的方式可以达到 所谓的输入自动化 而且我想这个方式 应该也不至于会太困难了 而且工作里面其实很多地方 都需要这样做 那以往可能如果工作里面 需要这些东西的时候 通常会请厂商 可能外面的设计公司去设计 不过我觉得很多地方 真的原水救不了近活 而且你可能刚好你需要的规格 要在那边来去去 然后要 其实真的很多地方缓不济起 所以你如果是真的要 能够达到真正你工作里面 提高效率 我觉得还是势必把这个东西学好 这里的话请各位先完成 在第二阶段 第一是把表单的画面设计出来 第二的话就是两种启动方法 一个是按按钮启动 一个是当 Excel被启动的时候 顺便也把它启动起来 然后 谢谢观看